自从开始孵鱼卵就经常能看到这一幕 自从上次的鱼卵成功孵化出小鱼之后 我们家的这位小姐姐就特别关注这一批抢救下来的鱼卵 这恨不得把脑袋都钻进去看 今天还主动提出说我这小鱼缸放在这不好看 让我再买一个大鱼缸来养这些小鱼 这主动提出要给我买新鱼缸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呀 赶紧跟大哥大个仗伙新鱼缸给我坐起来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我们家小姐姐爬着看什么呢 就是在这看这些鱼卵破壳变成小鱼呢 这个视频拍了20分钟 加速了100倍才拍到这个鱼破壳 家里最近又多了不少新成员 今天先让这个小家伙出个精吧 本来明天打算给小刚换点绿材的 结果看到通知好像明天要停水停电 这个换绿材的教程可能就要晚两天才能发上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吧 我要去抓紧研究研究新鱼缸做成多大尺寸的了